嘻嘻嘻 你好可愛喔 你繼續你的動作啊 凱莉 說年話 凱莉 說說話 嘻嘻嘻 好可愛喔 你是小獅子 啊 好痛喔 蛋蛋蛋蛋 掰 早安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一天 我要跟我爸媽去當 室內 不對不是跟我爸媽去當 是我要去當我爸媽的 室內設計小跟班 日常到不行的日常 嘿 現在在他們這區大樓的 廁所在公廁 因為裝潢的地方已經裝潢好了 設計師不讓我在裡面上人家的廁所 他說那是人家新買的東西 怎麼可以你先用 於是呢 我就只好來超級遠的廁所 真的是超級遠的 不過我覺得這樣的想法也是不錯 新興的東西就是要留給客戶用 如果我自己用了 我會覺得 不對不對 不妥不妥 不可以便宜行事 因為裝潢是一個很精緻的東西 所以什麼東西就是要想的比較細一點 現在呢就是在等 設計師2號 因為設計師2號也在上廁所 是設計師們 說嗨 嗨 說嗨 嗨 嗨 嗨嗨嗨嗨 他這個是全亮 很酷的點是 他這個氣氛燈啊 很漂亮耶 我自己很喜歡 暗暗中有一種光亮感 而且晚上如果你一個人 要起床上廁所的時候 就不會全部整個都很亮 怕吵醒整邊人 站 那樣站 先洗澡 這個摸起來材質有點粗粗的 一點點像水泥 個人蠻喜歡這個花磚的 在這麼素的地方 上面有一個小瓜 喜歡 看到鏡子就是要照一下 哈哈哈哈 欸 這鏡子好了 好大面喔 好好喔 我的都好小 而且他這個好深喔 我跳那個 拿去 掰掰 要去下一間囉 這個燈 他離地面沒有很遠 知道我是為什麼嗎 其實我是可以坐在這裡 因為呢 如果我們坐下的時候 他就會離我們比較遠 他是個餐桌燈 所以他必須在我們站的時候 離很近 但是坐下之後就可以離比較遠 你就可以照得到食物 食物就會看起來比較好吃喔 Don't smokey 我自己好期待裝修完的樣子 我自己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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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有一個小細節 他後面 有這樣一盞一盞的光跑進去嘛 這個櫃子是一個讓電器放在裡面的 然後他可以走這個線路進來 然後到這邊 然後掺過去之後 他就會到插座了 很讚的設計 所以他外面是做百頁的 散熱 鞋櫃 嚇死嚇死嚇死 然後在下面 喔 他會亮 他會自己亮 散氣的 臭臭彩不會一直在裡面 然後這邊他移架 有看到這個黑縫縫 然後我就問我媽說 我設計師說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 有一些預算比較不足 收編的方式就會用黑黑的 但如果預算比較足的話 他就會整個包起來 這樣好像是一件奢侈品 如果要奢侈就奢吧 我們要來去第二站 就是工人他們先自己 訂了一個小小的零食衣架 這邊沒有 這邊也好餓 來到了設計師二號最喜歡吃的四神商店 阿董辣包 小小的零食 Shaun 這邊有一天 這條零食 我可以買到賣辣子 聽說 這邊還會收兵 很多水 很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设计师2号很糟糕 他说他要吃油条 哇 够闭了 听说这一间的豆浆有炭烧的味道 诶 我还在洗眼睛 麦到了 这里也要吃 你跟我讲吗 超级炭 超级炭 太不错了 我现在也让你充满了 我还不是说我 他也没有 你不是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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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我 我都拿來照鏡子 超奢侈 拿著獎牌來照鏡子 特地獅在生懶腰 特地獅吃了好多不該吃的東西 原味版的黑糖糕 像花柜的感覺 將批評 紅錢 哈囉 哈囉 美琴是我先回來顧貓 但是也是我累了 他們還在駐地和工程地方 待會兒去看一下 又要睡覺了 掰掰 然後這個心經常發言 ABOUT 它的心靜 因為夾一個直覺